为什么金德黛克艾尔斯豪突风车裙 会被叫做小鞋提防呢? 去荷兰旅行马上就会想到什么呢? 当然是屈金香和风车啦 而说到风车,荷兰政府将每年5月的第2个星期六定为荷兰风车日 在这一天整个荷兰的风车都会一起转动 而荷兰就有两个比较出名的风车裙 其中一个就是小鞋提防 当时都很挣扎去哪个风车裙看好 因为小鞋提防是远很多,坐车贵很多 但是最后都选择了去这个世界遗产 可以跟大家说是值得去的 小鞋提防的风车在14世纪就开始兴建了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风车呢 多数都是18世纪兴建的 在1997年因为符合了联合国定立的标准124 而被列为世界遗产 标准一,代表人类创意和天赋的名作 荷兰地势本身就是一个蛙地 临近北海 所以经常受到水患的困扰 聪明的荷兰人利用自己靠海面积大 地势平衡 一年四季都吹西风的优势 在1229年发明了第一部人手推动的风车 利用来自北海源源不绝的强大风力 配合提防等等的设备 设计出排水专用的风车 将蛙地里的水引到四周提防以外 避免水患的同时都造就了更多的陆地可以给人用 后期风车还发展其他用途 例如磨小物、造纸、渣油等等 与海真地的荷兰人设计出这种一举三德的风车 那种创意、智慧、科技 当然是人类创意和毅力的一种名作 标准二 可以直接建筑、科技、绘艦艺术、诚心规务、诚心规务、绝观处理发展 竟然到某一个时期或计划幕发区域中 重要的人类价值交流过程 荷兰风车的初营其实是引致德国的 后来荷兰人改良了之后将它发扬光大 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横向交流 后来十六、十七世纪 各种原材料从水渡运到荷兰这些风车加工 例如北欧、波罗的海各国的木材 德国的大麻子和亚麻子 印度和东南亚的玉柜和胡椒等等 这个又是另一种交流了 荷兰风车这种水利工程 后来被世界各地不同地方参考和复制 这种影响力又是另一种文明交流 标准四 结出典范 呈现出人类历史里面的重要阶段 很简单 讲到荷兰就会想起风车 反过来讲到风车就会想起荷兰 而且小孩堤房是保存得最完整的风车群 展现到和这些技术相关的各种典型特征 例如堤坝、水库、泵房、行政楼和一系列保存原好的风车设施 而这里的风车都分了三类 例如有八座圆形专细的地控帆风车 十座茅草顶的八角翼模坊 和一座空心立柱模坊 这种规模的传统排水系统 全世界只能在小孩堤房这里找到 后来风车的副业用途 由磨谷物发展到加工大物 将原木割成木板、造纸等等 都可以见到人类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发展 今集讲到一个概念 就是历史真实性 意思就是被保留下来的有多少是未被人改动过 是最能够呈现到这种历史的真实性 小孩堤房这里 第一环境布局上整个建筑群的摆位是没有被人改动过的 第二建筑特色上 传统荷兰风车的形态都得以保留 起码没有被人改为南丫道的风力发电机 第三用途上 19座风车工厂仍然在运行 如果现代设施出现故障的时候 它们更加会作为后备工厂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1980年 这里的泄水闸是重建过的 以及1924年一个泵房的设施 从蒸汽驱动改为电力驱动 不过这些改动都是为了确保 小孩堤房风车群的功能运作正常 而且修补的材料都是用相同的传统物料 所以小小的改动是可以接受的 那为什么金德代克艾尔斯号突风车群 会被称为小孩堤房呢? 传说有四种说法 第一,这里被周围的提防 危一点点就像个小孩一样 第二,这个风车群是由同工兴建的 第三,以前有个女人住在附近 而她生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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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第四,都是最多人说的 当年荷兰水灾风暴过后 大家就在找生患者 突然之间看到有个摇蓝 看到有只猫为了平衡的蓝 不要入水而在那里跳来跳去 当摇蓝飘近提防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摇蓝里面有个小朋友 睡得很安长 所以就把这个地方改名做小孩堤房 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是因为哪个原因 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为小孩堤房 喜欢这条片或者觉得有用的话 就给个like 订阅和按一下小铃铛 你就会立即收到通知了 我们下条片见啦